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短剧《死之永赞》 茫茫大海上,一艘叉叉叉太阳骑的轮船 在夜色中乘风破浪 夜间巡视的船员听到一间客舱内有音乐声 他推门而入,房间里没有人 而乘客的私人物品和钞票则一一摆在桌上 行李箱上还有张字条 拜托见到的人将行李送回家 警觉船员知道大事不妙 他三步并两步跑到甲板上 发现船前下有一男一女两双皮鞋 而四周空无一人 他果断吹响口哨 尖锐的哨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本剧改编自朝鲜作家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隐心得的爱情悲剧 正值美好年华的他们 为何选择携手走向生命的终点 这其中包含着国家命运就割下的痛苦和挣扎 故事还得从上世纪20年代说起 当时的朝鲜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金佑镇是朝鲜最早赴日留学生之一 他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英文写 虽然远在海外 他却十分关心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 乐于时间 他组织其他朝鲜学生编排话剧 宣传本国的文化传统 激发青年的爱国情怀 他们计划将最新的一部话剧带回朝鲜巡演 可其中一个女性角色还没找到合适的演员 作曲家红蓝波推荐了音乐学员的尹辛德 辛德在日本共读声乐 他生就了一副好响子 但他老是要求严格 在演唱情歌时 要求辛德投入真切的情感 青涩辛德还会尝过爱情的滋味 他只能凭借想象尽力去演绎 红蓝波代表话剧社去邀请辛德 但他担心接近的爱国活动会惹祸上身 但又一直不住好奇 便答应先去观看他们的排练 按照红蓝波给的地址 辛德聊排练的地方 佑震正在用朝鲜语 朗读日本作家游岛的事 但世人的爱情观 辛德并不认同 他直接走进门 对着佑震发表自己的见解 佑震不以为然 还批评他擅自闯入是无理的行为 辛德自知理亏 好在红蓝波及时出现 发起了两人间的尴尬 但这样一来 辛德直接拒绝参加表演 佑震讽刺他 谋求前程不愿为国家出力 表演也不够专业 辛德十分不服气 为了向佑震证明自己 他改口答应演出 晚上佑震回到住处 友善的房东交给他一封信 是父亲从国内寄来的 里面还装着一叠钞票 展开信指 佑震访过听到了 父亲一脸严肃的教训他 让他专心读书 抛开写作这类没有意义的事 尽快学成归国 好继承家业 佑震无奈地叹了口气 正式彩排前 辛德在众人面前一盏歌后 漫面的歌声回荡在排练厅中 宛如林间百灵鸟提名 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 而佑震却始终背对着他 专心研究着手里的剧本 其他人对辛德抱以热烈掌声 赞誉有加 还是只有佑震不知可否 佑震越冷漠 辛德越想得到他的评价 他一路跟着佑震来到面馆 坐在佑震旁边 佑震镇定地吃着面 他却慌乱无比接连事态 好不容易脸上能单独说话了 辛德委屈地指责 佑震无视自己 其实佑震早已被辛德的歌声征服 因为无话可说 才什么都没说 意外得到这样的答案 辛德心里美滋滋的 之后的相处中 他的目光总会时不时 露到佑震身上 佑震对话最热情 对祖国的赤诚深深打动了他 佑震生病时 仙德茂里去探望 无意间翻到佑震的创作 由衷地欣赏他的才华 他鼓励佑震继续创作 佑震也逐渐对他敞开心扉 大家全身陷地投入到排练中 但是好情不长 警察很快就找上门来 佑震距离力争 又不肯说日本语 因此激怒了对方 警察用黑洞洞的枪口 指着佑震脑门 危急时刻 幸亏他的日本朋友 站出来打圆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警察大肆搜查一番 没有找到反动证据 撂下几句警告的话语 便扬长而去 学生们仍信有余悸 有人说出终止演出的想法 佑震犹豫不决之际 欣德站出来 提醒大家不忘初心 拿出勇气来 佑震十分感激欣德的支持 经过两个月紧张的准备 他们终于带着话剧 踏上了祖国土地 欣德作为表演的压轴 最后上场 第一次登台 他紧张得手心冒汗 紧紧钻上裙摆 直到看见佑震拱裂眼神 他才镇定下来 出色地完成了演出 话就在国内大获成功 一行人想要到舞厅庆祝 红兰坡洞察到心得 对佑震超越朋友的喜爱 他借着和心得跳舞的机会 提醒他 不要对佑震寄托男女之情 否则会遍体鳞伤 果不其然 话音刚落 警察就闯进来 不由分说地把佑震带走了 大家都知道 这次事态严重 但谁都没有办法 只能焦急地等待 这次佑震被抓 是因演出时的台词 激怒了日方 十年前曾有过的自由 现在却化为过眼云烟 心得几次跑到警察 去门口张望 佑震在里面被打的遍体力上 警察也没问出什么结果 最后还是把他放了 见到佑震浑身是血地走出来 心得悲喜脚架 泪流满面 只要他换身干净衣服 擦掉血迹 心得才稍稍制定下来 佑震把心得送到家门口 原来心得家境贫寒 并非是养尊储留的大小姐 这有些出乎佑震的意料 心得说等到学成归国 他就要扛起养家虎口重担了 心得带着佑震来到歌剧院 是立有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他渴望成为知名的歌唱家 让祖国因自己而骄傲 佑震答应等他登台那天 一定来看他的演出 关于梦想和未来 两人有说不完的话 佑震说他最喜欢写作 哪怕周而复时也乐此不疲 在心得看来 这是很容易就能办到的事 但佑震似乎有难言的苦衷 父亲早已把他的未来安排得好好了 晚餐时他们喝了些酒 或许是借酒状的 心得拉着佑震去警察局外扔狮子 佑震抛出了石头 一下子命中目标 砸碎了锦子的玻璃 两人赶紧冒着腰 剃头就跑 为了甩开警察的追赶 佑震拉着他钻进一条小巷子 两人躲在柱子后面 等到外面安静下来 才发现他们紧拉着彼此的手 心得望着佑震 眼神犹疑不定 又满怀期待 佑震似乎猜到他期待着什么 满满俯下身子 越来越近 直到他们能够听见对方的呼吸 而佑震突然憋过了头 心得睁开眼睛 疑惑地看着他 对方就快不走开了 心得看不出佑震情绪变化 或许他还以为佑震的害羞 拦在路边等车 佑震邀请剧团所有人到家中做个 其中当然也包括心得 心得听了满心欢喜 大家相约在火车站旁边 心得精心打扮了一番 还特意戴上佑震喜欢的帽子 一路上他们坐在车厢里有说有笑 佑震坐在心得身后一眼不发 心事重重的样子 来到佑震家门前 心得看到了意料之外的景象 高大的院墙 气派的屋檐 宽大的庭院一眼望不到头 美得像一幅画 他不由地在心里发出惊叹 此时一位身着传统服饰 容貌修丽的女子 提着裙摆款款走来 大家都好奇地看着他 谁知他脱口便叫佑震夫君 心得惊呆了 女人带着大家往里走 只有心得傻傻站在原地 佑震也沉默着 他心里状态太多话 无法对心得开口 只能选择这样之外的方式来表达 晚上大家在院子里办起联欢会 心得被第一个请上去表演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 走到大家面前 却无论如何都唱不出来 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悄悄拿起行李离开了 第二天佑震把同学们送出家门 大家一一戏别 约定重返日本后再联系 而父亲脸色铁青 在他身后副手而立 佑震知道自己又免不了一通教训 不出所料 父亲哭口婆心地劝他 放弃写作和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承担起身为家中长子的使命 即便心有不甘 瑞震还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妻子把心得落下帽子交给佑震 在家中他对佑震恭恭敬敬 对公公更是唯命是从 公公说过的话 他也原样拿来反复叮嘱佑震 佑震感到厌烦 但也无可奈何 佑震和心得再次相见 是在数月之后的东京 心得即将回国 所以来向佑震告别 街上传来暴徒的叫卖声 诗人游岛与情人双双殉情 心得震惊之余表示不解 他不明白诗人为何这样做 如果因为一段不被祝福的恋情 而感到困扰 直接分手就好 为何要因爱而死呢 佑震回答 是因为爱而不得 分开后无法承受思念的折磨 心得坚定地说 没什么是放不下的 他已经放下了对佑震的爱慕 两人握手告别 五年后 佑震乖锁上了父亲涉剑人生 成了公司总经理 这天心得举办公演的消息被大肆报道 心非戏别 如今他已小有名气 戴上华丽的猪翠 挽起头发 渐渐退去了青涩的模样 也不会因为表演而紧张了 他已不需要佑震的鼓励 但还是在看到观众戏中的佑震后 像着了魔一样放下演出追了出去 这时心得才明白 自己没有放下 而佑震也是如此 他们抛开一切相拥在一起 可惜时间不会因此停滞不前 心得鼓励佑震继续写作 他自己也在卖力挣钱 只是演出飞少的可怜 家中依然是入不敷除 尽管日子艰难 心得却从未向佑震诉过 他们用书信传情 偶尔能见一次面 便是煎熬的生活里最快乐的时光 很快 双亲就为心得安排了相亲 男方家事不俗 只要他点头 家人便再也不用为钱发愁 心得深陷矛盾之中 这次他主动就要佑震 俩人在海边散步 为了爱情的纯粹 他不会低头向佑震要钱 因为俩人是不伦关系 他甚至连一句晚类的话都不敢奢求 因为他爱的人是别人的丈夫 他们的爱情火焰燃烧阵望 就要被无情的现实刁灭 心得开始接触相亲对象 佑震也决定 再也不和心得见面 佑震压意的情绪无处发现 只能靠写作来排遣 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 把佑震通骂了一顿 而一直毕恭毕敬的佑震 居然大声反驳 质问父亲剥夺他唯一的爱好 难道是想逼死自己吗 父亲见他言辞激烈 只能暂时作罢 而佑震更加变本加烈 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戒酒交仇 这天他叫一通无声的电话 觉察到是心得打来的 对方便立刻挂断了 他终于按捺不住 扔下公司事务去找心得 为前准备牺牲终身幸福的心得 接到日本一家唱片公司邀请 录制歌曲酬劳 更好能解决眼前的困境 佑震的再次出现 让心得有勇气的理由 拒绝父母安排了婚姻 和佑震一起远走高飞去东京 得知此消息佑震父亲勃然打怒 将儿子的书籍手稿和信件全部烧毁 但佑震不为所动 他决绝地告别了父亲 心得答应承担弟弟妹妹留学费用 他勉强说服了父母 让自己去东京 爱国企业家李老板听说了心得家境贫寒 表示愿意资助他 希望他能为国争光 心得感激不尽 谁知这件事很快被传成街头巷尾的花边新闻 心得成了出卖色相换取钱财的下贱女人 连弟弟妹妹都跑来质问心得 他自知百口莫辩除了委屈更觉得心寒 乌露偏逢连夜雨 学务局长一指令下将心得抓到总督府 他先是对心得言语轻挑 动手动脚 心得稍加反抗便挨了一记耳光 接着他要拿出文件逼迫信得当签约歌手 转为日本人表演 心得如果拒绝 别说弟弟妹妹的前途 就连家人的性命都可能不保 心得只能以录制唱片为由暂时拖延着 但在强权面前 他无力的抗争根本无济于事 他心如死灰 哄哄哄的回到家中 父母没有直言片语的安慰 反而竭力劝导他接受签约 只要能为家里挣钱 其他都不要紧 心得痛不欲生 躲进房间紧握着佑震的书信大哭一场 抵达日本后 佑震天天派着心得到来 没想到妻子先行赶到 他带来家中的消息 父亲绝世对抗他的离家出走 妻子请他不要忘记身为人子的义务 纵使佑震再狠心 听到这些后还是不免动摇了 好不容易等来与心得的重逢 佑震又决定回朝鲜 他这一回去 必然又要受到父亲的控制 无法再进行自己喜欢的写作 也无法再与心得见面 而心得也为签约的事一直消沉 如果签约 自己将会如行尸走肉般 为日本人服务 如果拒绝 自己的家人就有性命危险 命运似乎在有意捉弄了他们 佑震再次提起游岛 曾经他们对游岛的诗 对他的殉情产生分歧 此刻他们全然明白游岛的心情 甚至还有效仿的念头 解脱现实的痛苦永远在一起 然而一起登上去大阪的列车 俨然是一对甜蜜的情侣 相依相为朝夕相伴 牵着手在海边漫步 相拥在灯下写诗 心得顺利完成了唱片的录制 他对爱情与死亡的理解 让他的歌声更加动人心魄 他的生命会有终点 而歌声会被世人永远铭记 因此当一切结束后 他微笑着和佑震登上得寿完号 眺望看不见远方 回首来时的路 深夜的船舱里 留声机播放着心得最爱的乐趣 佑震写完字条 不慌不忙的 拿出心得的帽子给他戴上 他的人生该以最美的样子写墨 站在甲板上 心得追忆往事 佑震抱怨 纳斯在歌厅他和别人跳舞 心得怎能让佑震留下遗憾 他脱下鞋子邀请佑震共舞 四下寂静无声 悠扬的乐趣在两人心中流淌 爱情是什么 是心底的一次次惊叹 是照亮灰暗生活的光 是分离时刻骨铭心的痛 还是他人看来的痴心妄想 是人生的偶然 还是他们的宿命呢 一曲终了 佑震想起心得也有个遗憾 那就是一个深情的吻 他吻上心爱的女人 泪水滑过心得的脸庞 眼泪的酸涩与爱情的甜蜜 交织在一起 正如他们美好而短暂的生命 紧紧缠绕 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死亡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包具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哦 拜拜